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降生。 祂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受死,这就是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受难的日子。 我感谢祢带领我们进入受难周,主啊,求祢让我们现在的思想都能够集中在思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我感谢祢,因为主耶稣愿意为我们受难受死,我们今天就不用惧怕死亡。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感谢主,我不仅得救,我们将来还要得胜。 我们要进入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进入属天的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求祢也顾念我们的软弱。 主啊,我们也求祢继续医治张慧忧姐妹。 也求祢看过在座的所有有病痛有软弱的人。 也求祢随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需要身份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有伴侣的,主啊,求祢都奥得祢的旨意,来随听我们的祷告。 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们愿意接受从祢而来的话语。 也帮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 我们这时候,今天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祂的门徒这样祷告说, 我们可以认为祂主教导祂教导祂的求祢, 祢认为祢教导祂的福音、祢都奥得祢的灰色。 祢是在地上,祢都奥得祢的皆受伴。 我们的这个节目所在的地上,祢是在地上。 我们是在与我们的那位。 祢都奥得祢的祢是在。 祢是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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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用力祢是最切的。 nostan福音、持络我们的三个人。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知道今天在很多教会的历史上 这个日历上写了是中旅日 这一天呢 耶路撒冷的居民用中旅书来迎接 耶稣作为王进入耶路撒冷 那主耶稣进这个城是叫做圣城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呢 就从这个城里头我们来讲到 我们应该进的本分 我们知道今天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像以前的耶路撒冷 它曾经遭受破坏 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 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 有一批人回来 是尼西米带领他们重建圣城 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重建的呢 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会须 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之下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他们的物质何等的缺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神掌尼西米的带领下 靠着上帝的大能重建了圣城 他们明明是一无所有 那为什么能够最终 建了大城 成就这么大的事情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 这个耶路撒冷也代表了神的教会 其实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很多方面都受魔鬼的攻击 有很多事情都受破坏 这个圣城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家庭 我们现在的家庭 很多家庭都受魔鬼的攻击 破裂分裂 很多的家庭 在路上碰到都不打招呼啦 成为陌生人 那家庭 本来是很多人变成 每个人都独立 每个人都不愿意聚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家庭重建起来 我们教会要怎么样重新凝聚起来 这个圣城要怎么样重建起来 我们知道靠自己的努力 我们经常是失败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重建的把握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有谁 有神 我们有什么 有神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神还不够 我们还要认识我们的神 有一些人 有父母 但是他不认识父母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有神 这个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相信神的人也好 不相信的人也好 我们都有神 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世上的人 每一个人都认识神呢 但是在基督徒来讲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认识神 有认识神 我们就可以向祂祷告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就不知道向谁祷告 感谢神 我们认识祂 我们就可以向祂祷告 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尼西米当时 怎么祷告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 我们现在看 尼西米当时 尼西米当时 好像一无所有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捕猎的捕猎 被摧毁的摧毁 一切可以依靠的东西 都不符存在 在地上的可能全部没有 但是天上的还在那里 不受任何的损害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可能有一些人现在因为家庭的一些变迁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以前可能是富有 现在什么都没有 地上的你所看到的全部没办法依靠 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方向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住 就是什么 天上 而且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他是天上 他是大而可畏的 他是守约的 他是有能力施慈爱的那位神 这样的神 你认识吗 我们认识吗 这个认识呢 是不仅是知道 而且是我们经历过的 就是认识的 我们跟他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重建这个城的时候 我们什么 要依靠他 好多人都知道有一位神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靠不住 还是要靠我自己 有一个姐妹 她一直向神求好多事情 但是神好像都没有听她的祷告 所以她过了一段时间 她就说 看起来这位神就不可靠了 我得靠自己 自己可靠吗 我自己完全不可靠 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一点 以为只有靠自己 才能够有保握 才能够有安全感 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肯定有原因的 可能时候还没到 可能神有更好的安排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的 什么叫依靠呢 依靠就是完全 你没有自己的意思 然后一切都听他来安排 我们不是说 我们依靠神 就是靠神来帮我 神如果要来帮我们做事情 他是要来做元帅的 他必须在那里决定一切 如果我们真正依靠他 不是说 你来 我家里就缺一个帮手 你来帮我一下 他来你家 就要来做主的 做家族的 that he comes to your house to be the Lord 我们看 这个第二章第四节里头呢 密西里当时在王宫里头 侍奉这个王 所以呢 那一天 他突然间 脸上有愁容 为什么呢 因为家乡那里传来的消息 让他心有愁 那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在王宫里头 如果这个国王 整天看这些人的头白苦脸 他心情也会受影响的 当时的历史呢就是 如果皇帝发现有谁在他身边 愁眉苦脸 那个人有可能就会被杀的 但是神让他在王面前蒙恩 王看他愁眉苦脸呢 就问他 然后问他说 你要什么 你看接下来 这里就是他 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们一起念 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不要把他们当纪念主持大而可畏的 你要为英雄和英雄其心 加上大乘 OK 这个经节呢 当时他默 这个静默祷告神的时候 神随听了他的祷告 然后后面呢 就是尼西米自己 这个对其他的 这些同族的人所讲的话 我们知道尼西米呢 他祷告以后呢 向这个王讲 王就给他文书 让他可以回犹大 去重建耶路撒冷 So Nehemiah said to the Lord about his tragic and the king gave him the order to go back to his hometown 尼西米 他本来在王宫里头 他是一个 就是王底下的那个大臣 So Nehemiah originally 他如果呢 不去关心他本族的人 他自己完全可以享受 王宫里头的福乐 但是他关心自己的民族 他关心神的子民 所以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 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 So he risks of getting his life taken to tell the news to the king 这个王 其实神在他心中作风 让他也同意 尼西米答的文书 回国 去建成家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他自己的人民说 不要打怕他们 因为主王的主是大而可畏的 So he knows that the lord is with them so he could tell his people do not be afraid our lord is great and awesome 他讲这些话 其实都是因为有神 在他心里做感动的工作 So he's able to say these words because God in his heart and taught him how to save them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认识神吗 So brother and sister Do we know the lord 我们有依靠他吗 Are we relying on the lord 如果我们认识依靠他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重建圣神了 So if we know him and rely on him then we could start building our holy city OK 我们接着看 OK 有神 还有认识他 够不够 有重建成墙 够不够 不够 不够 还要有什么 又有人 So having God and know him is that enough that's not enough we also have to have the people OK 你记不记二章十八节那里说 我们一起念 我告诉他们 我神是谁要帮助我 并王对我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是爱见的 一事他们的够不够 从那日起 我的无人一半就冲 一半就想拿盾 拿盾 拿盾 穿凯奖 关展都站在 尤塔 这种无人的后面 我看到这里 我们有神 我们认识他 我们依靠他 如果我们没有人 神的工作 能不能做呢 是很难的 但是很奇妙 如果有什么工作 需要人的时候 神就预备人 需要钱的时候 神就预备钱 所以我们感谢主 当你心里跟他们讲的时候 人底下神的子民的反应是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 我们来听他 一定是他们奋勇做这事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讲了一句话 我现在还不能忘记 非常印象非常的深 他是用英文讲说 If you are a leader When you walk and nobody follow you then you are not a leader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一个领袖教会带领的人 如果你站起来没有人跟 那你等于什么 等于你自己去上步 所以这个人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人很重要 所以教会说 如果我们要重建圣城 那在教会里头 那你等于自己去上步 等于你自己去上步 所以这人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重建圣城 那在教会里头 如果我们要重建圣城 我们要重建教会,需要什么?需要神兴起领袖,然后领袖动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要跟随。 新年起来我们教会有很多工作,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教会有什么工作吗? 我们有没有读经,有没有?有没有读经群?我就发现这个读经群里头,在群里的人都不是每一个都读的。 我们最大的群就是真光教会华圣群。每天晚上我都放一个祷告文在那里。 那有不少的人就写了阿们。但是有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阿们。 OK,如果说,我们现在换了,如果我在这个台上祷告的时候,下面大家都不阿们。 我不知道下面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在使用我的自由,是不是? 我要阿们就阿们,不阿们,这是我的自由嘛,是不是? 是不是? 圣经里头怎么讲,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和意向我求什么?我在天上的故,避谁听。 有没有这句话? 有。 那为什么在里面,大家都,你阿们会死吗? 那有些人说,我不需要这样的形式。 其实你在放阿们只是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祷告,放在那里的祷告,不是孙牧师一个人的祷告。 是大家的祷告,是大家的祷告。 我希望,因为我们教会如果要往前,我们又有人,但是有人不同心也没有用。 就是所有,以后我们接下去还有祷告帐,还有我们要参加这个送难节的聚会。 我们要参加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孙牧师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传道人的事情,也不是执事会的事情。 是谁的事情? 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你看,当时的人就讲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 如果宁西米在一个人在那里,我们来建造,然后那些人,你去建造吧。 那这个耶路撒冷永远也不会重建起来。 在家里也是一样,如果做家长的看到家里的人不同心,他愿意来为这个家做努力。 他煮了很多好吃了,结果最后没有一个人来,全部他一个人吃。 会怎么样?这个家能不能再重新的被兴起来?没办法。 所以求神真的给我们看到,教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同心。 你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教会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舍己。 你自己的看法必须放下,是不是? 我们自己的成见,你自己的习惯也必须放下。 有一些人说,我觉得放上去好像很傻。 大卫看到神的圣殿进来的时候,他在前面在那里跳舞。 不是给他太太看成很傻吗? 但是神看重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希望教会的事情,我们真的如果有人在带头的时候, 这个是属灵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跟上,好不好? 好。 那天他们武器也带上来。 有神,还有有人,还有有什么? 有信。 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有神,我们也需要有心。 圣经告诉我们,一起念。 圣经与神的合适。 圣经与神的合适。 你要做事情,一定要从心里来做。 如果大家只是在那里,我刚才一问大家,要什么? 但是没有心,没有用。 真的,神是见差我们内心的。 你是有口无心。 神,你都知道。 OK。 So the Bible tells us, keep thy heart without diligence, for all of it are the issues of life. So we need to do everything with our hearts. 。 接下去,我们念这节经节。 然而,我们能祷告的神, 有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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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你还要尽力去做。 So it tells us here that not only that you have a heart, but you also praise not enough, you have to do your best. 然后特别要防备敌人的攻击。 And especially you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e enemies to attack. 一个教会同心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的不高兴。 So when a church united their hearts together, one person is really upset. 如果属神的家庭同心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的不高兴。 这个人是谁? 撒糖魔鬼。 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神捆绑魔鬼的作为。 所以他们在重建的时候,一边拿着这个工具,一边还背着那个武器。 Just like when they are rebuilding the holy city, they are work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carrying their weapons on their shoulders. 今天有谁带武器来吗? So did anyone brought the weapons to them? 我们基督徒的武器是什么? 神经神的话。 Our weapon as a Christian is the holy bible. 我们要随时防备魔鬼对我们家庭,对我们教会的攻击。 And we have to be prepared at all times for the devils to attack our family and our church. 有一些人说,我来教会,我就是在来享受的。 享受,没错。 但是要记得,你要带着武器。 因为魔鬼撒当他不愿意我们同心,不愿意我们享受,不愿意我们做神的功。 我告诉大家,有人照样跟我们一起听到。 但是有人就在下面说,这个教会不讲生命之道。 这个教会不属灵。 And they might say that this church is not filled with the spirit. 这话从哪里来? 魔鬼。 Where does these words come from? It comes from the devil. 这个教会没有爱。 你听到这个话,你怎么办?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hear these words? 有一些人说,我走开,这是一种态度。 还有一些人说,是啊,是没有爱。 我那天跑到那里去,没有一个人理我。 我经常在讲说,你来教会你是来做客吗? 是不是? 不是 你来教会,有一些人来教会已经好多年了。 他永远是客人的心态。 But I say oftentimes, do you come to the church as a guest? A lot of people keep going to church and think they're a guest, and they should be treated well. 客人的心态就是什么? 我需要人来跟我打招呼。 需要人来招待我。 是不是? 我们是教会的客人还是主人啊? 主人。 But are we the guests of the church, or are we part of the church? 教会是不是我们的? 是的。 Is it the church ours? 你是不是回到,如果我们每个人回到家,都需要等你太太,或者你先生在门口跟你说,欢迎欢迎。 So we don't go home and wait for our wives or our parents to stand by the door and say hi to us. 如果我们每一次回到家都希望这样,那这个人就不是这个家人,他是客人。 我记得以前的这个张福台执事,他经常讲说,你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就是什么? 就是家人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你是主人,我们就要去跟别人握手,欢迎别人。 然后接下去,我们有心,够不够? 还要有什么? 我们一起念。 一个教会若没有爱,那这个人没有药会。 那这个教会没有药会。 那这个教会没有药会。 是先祖父母。 So if a church doesn't have love, then it's not a church. The church needs a, it doesn't have a God, it's just an architect. OK,我们这段话,我们需要把它读下来。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那你,同在这个人之中有罢来。 我问他们那些可以有归用联系,正向逃脱的一代和耶路撒的一代。 他们对我说,那些归用归用联系的家人, 自己是在后世的家人的宗日。 他又发扮 Long, 11th June 20, 八卦在那天在天下的您面前进行一代 祝d。 每一天 两世结果的习习 我们大家都担心去习习 如今我所选人 将他们的权利 无论老人 单半人 王物 并将他们所受罪人认识 两世信有所有 百分之一的弟兄都会完他们 每个人听中的就是见给耶和华 阿勒赛是耶和华立常华 OK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里 这里就是讲 其实这个是第一章开头的情况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是讲到这个尼西里 为什么做大臣不做 要回到犹大去 因为他就是听到那里 有一个弟兄跟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把犹大那里的情况告诉他 讲了之后 他什么反应 他马上坐下来什么 呼吸 然后什么 悲哀其天 我讲就好像他做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他接下去还是什么 在天上的神面前 静食祈祷 静食祈祷以后 然后他就有行动 把赢钱 粮食借给他们 把利息也免了 然后以前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呢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你就卖田卖地 什么都卖 但是这时候呢 全部要归还了 所以 so then and then one of my brother came he and certain man of Judah and I asked them concerning the Jew that had escaped which was not to cap captivity and concerning Jerusalem and they said unto me the revenant there are left of the cap today working the problems are in great affliction and reproach and the wall of Jerusalem our also is broken down the gates are therefore burning with fire and a king to pass when I heard these word that I sat down and went and more a certain and fasted and prayed before the god of heavens likewise and my bernard and my servant my exam of the money and corn i pray for you let us leave of this ushery restore i pray you to them even this day this land their vineyard their olive yard their house and also hundred parts of the money and of the corn and the wine the oil and eat extract of them so it so over here it's talk about nehemiah heard about the captivity of his uh veterans the jews and he prayed he was sad and he fested for days and he took actions so nehemiah is someone that has very love and he took action for his love so he really is a leader that's raised by god for the israelis he is a man with great wealth but he has mercy upon the poor so uh the first first worship today i talk about proverbs is the wisdom that god gave to the people of the start so proverbs 1917 here he that had pity upon the poor then unto the lord and that which he that given will he pay him again so if you see uh someone that's poor not doing well if you help them out it's like the lord that's so today we are standing up on this very special time 地上的教会其实都有问题 all the church that's on this earth all have problems 都需要重建 and they all need to be rebuilt 我们在地上属神的家庭也都有问题 and on this earth all our family of the lord we all have problems 我们也需要按着神的心意去重建 and we need to rebuild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the lord 那怎么重建呢 and how do we rebuild it 我们要按照刚才所讲的 首先 我们必须有神而且要认识他 我们再回到第一页 so we have to do what we were saying before first we need to have the lord and we need to know him 我们要认识他 然后还有什么 要依靠他 so we need to not only know him but we need to rely on him 然后呢 再回到地面 我们要依靠他 然后接下去 我们要有人 so next we need to have the people 人必须同心 and all the people need to be united 然后呢 我们还要有爱 and also we need to have love 那这里所讲的是讲到慧众 so over here it talks about the church folks the congregation 最后我们来看这一页 我们一起殿 另一顿 你心里来 我心里是不良人 我心里为人所当得 无恩惑众为他们 甚至无恩惑众为人 你为人能唱歌 几个奋会前进军地 我叫这顿工长说 为我一起殿 我们能造成为人 使他们能造成为人 so Nehemiah 13 10-11 and I perceived that the portion of the Levi's and I have them giving them for the Levi's and the singer that did the work were flood everyone of his field then contented I with the ruler and said what is the house of the God forsaken and I granted them together and set them in their place 我今天我是牧师 我来讲这句话 好像是不大恰当 so today I'm the priest and to say this doesn't really sink fit in 但是当时 尼西比呢 他给我们 做了一个很好的释放 或者榜样 but at that time Nehemiah gave us a great example 如果那些侍奉神的人 最后都要放下他们侍奉的工作 去跑到自己的田里 去做工 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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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色列最后 耶路撒冷会被攻破 最后这个城墙被毁坏 是因为那些侍奉的人不在了 侍奉的人没办法再为祷告 为这个城祷告 那些赞美歌颂神的人 他们为了自己糊口 他们没办法赞美神了 所以这一时候属灵上有问题 这个城就一定会有问题 我记得我出到澳洲那里 教会侍奉的时候 当时我是拖场 就是全时间的时候 但是当时的收入呢 就是说不够我们一家生活 后来呢就有一些人 那教会的指示说 我可以介绍你到银行工作 他说你会讲中文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 去存钱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讲 你就在那里给他们翻译 他说那你讲中文 很多人是中文 然后他们不知道 如何开含银帐帐 后来呢 这个教会的牧师 这次从新加坡过来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如果这个神的古人 需要去外面打工 他说将来你们就会看到 这个教会会遭受很大的损失 现在有一些教会呢就说 牧师 我们也来侍奉 那牧师你也应该到外面去兼职啊 然后一起 我们大家都一起 这样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原则 如果所有的利位人都必须自己去忙自己的事情 他必然会忽略了神教堂给他们的事情 所以 if all the Levites has to work in their own field then without a doubt they will not do the work they're going to have intended for them OK 最后我们 这段话 就让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 你是教会的元首 你是教会的根基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再一次将你的心意向我们厂明 主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关心我们自己的家 让我们有一样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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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同意 用爱来建造你的教会 主啊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这个家能够充满爱 让每一个来到我们这里的人都有归宿感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我们来唱 那么似 我能制 奉主